關節不對話 骨質不鬆 我是你的骨科醫師 戴大維 今天我們要來分享 三種人工髒關節手術以後的 不正常的步行狀態 有些人開完人工髒關節 就會覺得自己為什麼走路還沒有馬上恢復到正常 為什麼走路還是一拐一拐的 甚至會懷疑自己說是不是長短腳 才會走路左右偏來偏去 事實上根據X光片的測量 大部分都不是因為長短腳的關係 大部分都是肌肉肌腺緊繃或沒有力氣造成的 而且這些薄形或是說薄腳走路搖來晃去的狀態 其實大部分都是可以透過物理治療來改善的 以下我們就來分享三個比較不正常的步態 首先第一個就是走路左右搖晃 左右搖晃看起來就會像企鵝的樣子 左右搖擺晃來晃去 所以很多人會以為這個是長短腳的關係 事實上這個是因為臀部的肌肉力量不足的關係 大部分都是因為臀中肌這條肌肉的功能不是很好 所以需要去誘發臀中肌的出力來改善這樣的情況 為什麼開完刀好會這樣子呢 因為開刀之前其實這個胸肌已經痛很久了 壞掉很久了 所以很多病人他都沒有再用這一側用力 他的臀中肌早就已經失能很久了 已經休假偷懶很久了 所以在開完刀即使解決了疼痛 他還是沒有辦法正確的很有彈性的去處理 所以這個時候就必須要靠物理治療 還有手術或的復健來訓練他 才能解決這種左右搖擺的不正常的步態 第二個不正常的步態呢 就是走路腳會開開的 這個就是因為我們的髋關節在開完刀以後呢 外側會比較緊繃一點 那所以呢內收肌群 他也會沒有辦法把髋關節拉往內收 所以走路呢兩腳看起來就會開開的 那看起來就不是很好看 那這個呢其實也可以靠復健來改善 事實上只要放鬆外側的肌肉 那加強內收肌的訓練 可以找專業的物理治療師 或者是復健師來幫忙 這個也是可以改善的哦 那第三個不正常的步態呢 就是我們的走路的步伏會縮短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一類的病人哦 他的手術的這一側 髋關節 他的前側的肌肉肌肩都是比較緊繃一點的 所以他沒有辦法往後好好的伸展到 我們走路所需要的角度 所以呢我們另外一隻腳就沒有辦法很足夠的往前踏 就會造成步伏比較短一點點 那所以看起來會像是 有一隻腳在拖著另外一隻腳走路一樣 不是很好看 那事實上這個跟長短腳 或者是說 人工髋關節的手術成功與否 事實上沒有太大的關係 這個也可以透過復健來改善 那復健主要的活動 應該是要在放鬆前側的肌肉還有肌腱 髋關節前側比較放鬆一點 讓他可以往後伸展 事實上走路就可以改善了 好今天分享這三個不正常的步態 他是在人工髋關節手術以後算是非常常見的 當然影片裡面的走路的步態 他不一定是會發生在每一個人的身上 那但是一旦發生了 他其實是可以透過物理治療或是復健來解決的哦 所以如果有不正常的步態 不要想說這個是正常的 不要管他 一定要尋求專業的物理治療或復健 或是回診諮詢您的開刀醫師 好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我是戴大維 下次再見 掰掰